通备权最难练的是什么 如何看待通备权的实战性 这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两个武术问题 基于此 我对全网通备权资料进行了搜集整理 发现了两段很有意思的视频 一位是五行通备权传人王连成 通备最难练的是 这一发镜 一发镜就说 两人在动手的时候 你不动我不动 你动我要比你快 等我手怪到你的衣服 就进去了以后 那个时候再发出这个镜 这是很难练的东西 所以有很多就练了一辈 我才找不出这种劲来 这是最难练的东西 那么真一发镜 类似于李小龙的寸进吗 还是按进打树桩呢 显然都讲究迅猛发力 接触的一瞬间爆发 短距离的发镜 那么如果有了真一发镜 通备权实战如何呢 团队在实战中 在这一台上基本用不上 通备不是很能挡 你要想用上 你还不能打出这个步来 步发距离很忠明 这步打够多远 这步多远 对啊 中央是很不稳 你这个步我怎么能打着你 对啊 我这个步我打不上你 老师傅讲得深刻 从北讲就好长纪远 我们为什么怎么让 终于看到清醒的传物人了 焦权不焦不焦不打师傅 如果你们就是为了正宗 你们回去就好好地进入正宗 好好练 如果你们进入战胜别人 你脑袋赶快活着 什么年纪 二十一十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